特朗普被逼到了悬崖上 9月15日是特朗普给抖音的最后期限率 按照特朗普的要求 TikTok必须在9月15日之前 卖给一家美国公司彻底的卖掉 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不听话就会被直接的分杀 抖音不仅要卖掉在美国业务和所有的数据资产 而且要以特朗楼的价 还必须要从低价卖升潜力 交给特朗普一笔抽成 本来抖音都妥协了准备照办 中国网友甚至喊出了张一贵这样的外号 毕竟只是一家软件APP企业 说分就分了 抖音能怎么办呢 关键时刻 中国政府出手了 直接出台了一个规定 禁止抖音向海外出售技术 美国人天天禁止中国企业 收购美国的企业 说中国是为了美国的技术 如今 中国禁止美企来收购中国的技术 公平合理 如果不能够用抖音的技术 那收购抖音就毫无意义 美国高科技企业难道搞不出同样的东西 重新的弄一个美国抖音 有这么难 这只是一个APP 又不是洲际导弹 确实搞得出来 但需要时间 而且是很长的时间 少折半年 多折一年 并投入巨大的研发成本 以互联网的更新速度和激烈的竞争 你花这么久的时间才搞出来 早就凉了 9月13日 微软发布声明 智杰跳动已拒绝将美国抖音TikTok出售给微软 9月14日 智杰跳动宣布决定和甲骨文达成合作 但并不是出售 而是合作 甲骨文将成为抖音的可信技术提供商 当天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接受采访表示 虽然 特朗普总统之前亲口说过 9月15日之前 抖音不把自己卖了就必须要分 但政府的公网上写的是9月20日 所以 美国政府应该以20日为准 目前正在紧急地审查 甲骨文公司的提议计划 另外 甲骨文不会收购TikTok 仅仅只是作为其数据安全的合作伙伴 负责TikTok的服务器数据 之前暂停截铁地说 9月15日是大限 不听话就砍头 现在推迟到了9月20日 这也就算了 毕竟特朗普的做事风格 有口皆碑 但美国企业放弃收购TikTok 还允许TikTok的美国业务正常的运行 这是怎么回事 仅仅只是把服务器的数据 维护工作交给了美国公司就算完事了 本来说的是完全的控制权的出售 直接跳动请求保留少数的股权都被无情地驳回了 而现在既不出售也不会关停 大张旗鼓的搞得全球皆知 声势大的吓是人 那到最后就这样的结束了 但实际上TikTok之前的美国数据 就是保存在美国本土的 甚至还是由美国公司负责的 现在无非就是换成了甲骨文而已 甲骨文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 在硅谷 甲骨文公司是为数不多的 公开和特朗普结盟的公司之一 其老板本人也是一个反华的即先锋 8月初那回 特朗普亲口地对媒体说 希望收购TikTok的是甲骨文 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直接说的是收购 而且是甲骨文收购 不是微卵 如今虽然收购泡汤了 但能够把TikTok的数据业务 转交给甲骨文 也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利益的输送 毕竟微卵就算吃不下整个TikTok 也不可能愿意放弃数据的业务 这也不是一笔小钱 但依然给了甲骨文 直接驳回了微卵的提案 特朗普为何突然怂了 连抖音都不敢碰了 分了抖音不就完事了 印度都敢分 特朗普有什么好怕的 因为印度和美国不一样 当中国限制了抖音 把核心的技术卖给美国后 业务出售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单独拿走TikTok的用户数据资产 毫无意义 价格会低到抖音宁可自己被分掉 所以特朗普只剩下两个选择 分了抖音或者认怂 印度是关脚 不怕穿鞋的 反正自家什么都没有 分就分了 但美国不一样 美国靠的是自由市场的大旗 不知道吸引了多少的外国资本 露住美国 今天可以无理由地分掉抖音 明天就可以无理由地分掉任何了 所有的资本都会对美国产生观望的情绪 分杀抖音对中国造成的伤害 也许不到美国自身伤还的领头 这做法简直是太蠢了 而且这种行为极易地引发模仿效应 9月9日 欧盟的监管机构对脸书发布了行政命令 禁止其将欧盟用户的数据传送回美国 如果拒不执行将会被除以28亿美元的罚款 9月12日 爱尔兰对脸书发起调查 要求其分离出从欧洲运户收集的数据 或者暂停其在欧洲的服务 脸书是干嘛的 脸书就是抖音在美国的竞争者 挑起这次对抖音攻击的第一推手 在7月30日 美国科技是巨头参加的听证会上 只有扎克伯格坚定地说 中国从美国盗窃了技术 其他的商家科技巨头都说完全没这回事 扎克伯格本来想打压中国科技公司 但没想到这把火烧到了自己的身上 要知道在全球的互联网界 美国科技公司的市场份额是最大的 中国的海外市场份额永远的低于美国 欧盟早就想看着这些美国公司不爽了 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公司的攻击 正好给了欧盟把柄 美国你自己说的 中国公司这么干会威胁美国安全 但你家美国公司在欧盟干了同样的事 我们当然也觉得不安全 所以欧盟完全地可以以此为依据 直接地把美国公司关在欧盟的门外 扶持欧盟自己的互联网科技公司 而且美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扎克伯格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本来想给TikTok捅刀子 结果这一刀直接地捅到了自己身上 现在轮到特兰普尴尬了 被逼到了悬崖上进退为故 如果直接地分了抖音 那全球其他的国家都会有样学样 美国科技公司会受到极其惨重的伤害 如果不分抖音 那自己当初犯出的狠话 怎么圆下去才能够不丢脸 这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但没想到的是 特兰普就这么地直接干脆地认怂了 找了一个稀烂的借口 弄出了一个所谓的数据安全的方案 就打算把这事给糊弄过去了 之前说的狠话 纯属和大家开玩笑 调节一下气氛 面对美国强硬不是没有道理的 贵了也就真贵了 但你硬起来 特兰普也许就怂怂肩 然后一笑 但没有这回事 面子这东西对特兰普而言不存在的 就说抖音这事 本来以为特兰普要犯了完诈 终于遭到了一个中国无力反击的领域 没想到最后出了一个一对三 此事轻轻地接过了 抖音这件案子 哪怕是当初最乐观的人 都没想到最后能够这么地被解决 本来张一贵这个称号还是有点过激了 但现在回头看过去 这个称号真的不过分 真的是跪得太快了 快到国家差点没反应过来 连思考怎么来搬抖音的时间都没有留 至于美国 连这么软的抖音都不敢碰了 还妄想着搞定中国 所以毛泽东下了一个著名的论断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今天回头看看 真的是叹为观止 大巧不公 我发现了一个小型的称号 我发现了一个小型的称号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小型的称号 对我进行的时候 现在让我们可能在这里 还能够重新写的时间 那么有点过分 而且我们现在给你 那我发现了一个小型的称号 落后 也敢建确了 感谢观看